大棒一回 清脆的声响 画过天际 另一头二雷手 岳东华稳稳接好 忠信兄弟如火如荼 准备比赛 迎战独卖巨人军 球员们已经展开练习 大巨蛋预估涌入 3.6万人 不过看完比赛 票跟可别急着丢 周边的文创园区 有优惠 你好 欢迎是何 琥珀色红乌龙茶 入喉带有水果和烘焙香气 台湾茶叶文明国际 凭票跟满三千元 就能打九折 一定会啊 一定会啊 而且这些人潮 不管是我觉得 喜欢棒球的人 或者是有些人 是来看热闹的 我觉得会 像我们国外回来的也会 文创嘛 所以他们那种 自己的那个牌子 然后那个手工品 我觉得特别好 短短几秒钟 克制化皮剑出炉 凭着巨人队比赛票跟 消费咒送皮革钥匙圈 另一头比赛加油太卖力 净干抹茶配上大壶草莓 棉花糖饼干 帮你补充热量 结合室内植栽的花园甜点店 满千折百 这个地方在大巨蛋的旁边 很近 很舒服 感觉很好 有历史感 有三万六千人的买票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 会有将近一半的人 就大概一万五千 到一万八千人 会涌入 这一次这么多的观众 所以我们有准备了一个 吃货地图 可以买一买 吃一吃 喝一喝 做一做 全民风棒球 大巨蛋终于落成 首场台日交流赛 也将带动 人潮 前潮 滚滚来 淮宇新闻宋军一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淮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